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家以后 心情特别沉重 到现在 饭都没吃下去 我就想啊 要是我不去车站凑这个热闹 这图纸可能就不会丢了 我知道 这个图纸很重要 现在 里话不比从前了 他不是在 公安同志 喝杯水吧 谢谢 陆同志 我们家的阿姨 少姐 贫农出身 很可靠 都帮我带大两个孩子了 放心 我这刚才说到哪儿了 这种要喝的 这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想起来了 里话 里话现在不是在那个 那个 那个部门工作吗 我知道 那您能不能再仔细回忆回忆 您上去帮他们搬东西的时候 您把那个公文包放哪儿了 是李叔叔的公文包吗 你是小事儿吧 对呀 小事儿 你有没有看到李叔叔的公文包啊 李叔叔抱我的时候 把公文包交给我妈妈 一直在我妈妈的手里呀 这死孩子 静胡说 一边玩去 小事儿 你再好好想一想 李叔叔不是把你放下了吗 妈妈也去帮他们搬东西了 那个公文包放哪儿了 我记性不好 顺儿啊 你帮妈想想 那包放哪儿了 没看见 就有一个人挤我 他得把我挤倒了 什么人啊 高高的 胖胖的 穿件灰衣服 来小事儿 阿姨给你画一下 你帮阿姨看看像不像 来 那个人戴帽子了吗 带了 也是灰色的 这个人我见过 他个子长得挺高的 穿一身灰颜色的衣服 手里拎着一个 画着火箭的帆布包 我看见他的手 他正好在月台上 走过来走过去 那个时候离火车到站 起码还有二十多分钟 我推行李车 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 他伸出手来对我说 火 火 我以为他要对火 就把烟定了 结果他没接 手里也没烟 反而对我说 车没误点吧 我那时就挺纳闷 他不抽烟 问我要火干什么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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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健ном 在家呢 们 陈长蓬在家呢 報告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公文包从天涯降 自己飞回来啦 飞回来啦 我当多复杂呢 这不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就结案了 下午啊 我刚查着 有个三轮车工人啊 刚好拉过咱们怀疑的那个人 他还说晚上下了班 在家等咱们 但是 espera 这是个地址 这不没用啊 师姐 局长叫你去呢 好啊 太好了太好了 图纸完好无损 钱丢的是小事 只要这个在就放心了 对对对 大家都站着干什么 快坐快坐 少姐 少姐 给大家多点水来 出去了 哎呀 这件事啊 得好好地感谢古大夫金大夫 要不是他们俩捡到啊 得把我急死喽 捡到的 哦 是啊 是金大夫偶然捡到的 不值得钱 不值得钱 是 那请你们二位谈谈 捡到公文包的经过行吗 说说吧 当个故事听听也好吗 老师 那你去说吧 是 今天吃过晚饭 我和老师到陆大姐家来看病 我和老师到陆大姐家来看病 当我们走过珍珠像的时候 我和老师到陆大姐家来看病 老师 您看 走 看个见 好 老师 您看 刚才过去那给人扔下来 这么好的皮包 怎么给扔了 会不会 会不会是小偷 看到咱们过来 就把皮包给扔了 有道理 我们本来要去抓小偷的 可那个人跑得实在太快了 一穿眼就没影了 所以我和老师就想 先来给陆大姐看病 明天再去派出所报案 他们一进门啊 我就发现他们手里拿着这个 我当时心里就琢磨 会不会是老李同志 但是 丢的那个公文包啊 我马上打开一看 果然 就有一张图纸 这不 马上啊 我就给你打电话 把牢里也叫来了 钱没了 可是图纸冤风没动 刚才陆大姐打电话的时候 电话里边好像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老师怕陆大姐讲不清楚事情的经过 让我一块儿帮着说来着 麻烦你们了 应该的 应该的 那好 今天就先这样吧 谢谢你们了 来 陆寅长 我有一个请求 这件事情啊 都是我的过错 我不应该违反规定 把图纸带在身边 现在找回来啊 那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你看能不能这样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声张了 不管是对我 还是对整个工程都不太好 我能理解 我们尽量配合吧 好好好 不过这个公文包 能不能借我再用两天 图纸你带走 千万不能再出意外喽 好好好 您再给鉴定鉴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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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回吧 再见 再见 是少姐吧 是公安局的石同志啊 你们要走了 对 您出去了 去买菜 这么晚还有地方买菜啊 哎 不是 你 我这是白天买的 路过老乡那儿聊了会天 结果就把这菜给忘了 这不 这是 娶回来 好 那再见了啊 局长 我也有个情况 这下回分配任务的时候 分配一个复杂一点的案子给我 让我也锻炼锻炼吧 你是觉得这个案子简单啊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盗签案 那扒手盯的是皮包里的钱 图纸在他眼里就是小孩画的画 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钱一到手啊 那随手就把图纸给扔了 不是案子简单 是你简单 你能保证图纸没有问题吗 我 拿着 一会儿把局长送回去 我们两个出去的 哦 别给我鼓掌 真没想到 陈参谋还能在百忙当中 来看我的演出 你用挂号信把调给我继续 我能不来啊 真参谋是跟爱人一起来的吧 没有 他 他忙他的 实话跟你说 我们俩最近 最近 要不是在部队啊 恐怕手续早就办了 我 我们俩能够走的今天 完全是因为他在部队里影响不好 陈参谋你是自己来的 没有 我带儿子 我打发他去买原药糖 好 他一定很可爱吧 你也很可爱 你刚才谈得真的很好听 好听 还说呢 谈得一点都不好 这一阵 心里总是乱乱的 能谈好吗 怎么了 你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你看我能不能帮你 我在深圳那边有个姐姐 前几天给我打电话 说突然病重了 我跟这个姐姐最亲了 那可是边方禁区啊 是啊 我也没那么容易过去啊 这事真 这事 你 你打算什么时候做 这一两天吧 陈参谋 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 你要是能让我搭你们部队的车过去 那我可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搭别人的车 可能性不大 部队的规定很原 正好 我这两天 要到边方前线部队 去办点事 但是我 我亲自带你过去 真的 太好了 如果你要着急 着 着急今天晚上就走 不用 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 你刚才说你 你姐姐的病很重 好不容易过去了 多带些东西 好吧 阿贝 你的电话 好 喂 我是方黎 王先生让我问好你 谢谢我很好 她本来说好了 要在家等着公安局的同志 突然来个病人急着要用车 去哪儿了 那个病人用看毛巾捂着嘴 说话还结结巴巴的 是个结巴 走多长时间了 也就五分钟 往哪个方向走了 师姐 你爸妈这么紧张啊 在火车站头同志的 就是个结巴 那两头都走哪边啊 我这边 干什么啦 站住 是 一 师弟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笑什么 我都成这样了 你还笑 什么季节 你就着急一下喝一会儿 把这喝 我刚熬熬的 姜董的 我跟你说 是是 不都不用说了 我跟你说 好 我刚才看着那人啊 从身形上看啊 就是小顺和火车站工人说的那个 穿灰衣服的胖子 而且他是个结巴 这不挺好 这说明你离铺庵不远了 不过 这个主 明天能行就不走 一会儿你把衣服换了 好好回家睡觉 好好给我休息 你跟我说说二十三号的事 他好像很着急 可是我跟他说今天晚上就能走 他突然又不走了 那是不是他想拿的东西 还没有拿到手啊 我也这么想 去去去 你去 来 回家 别换了 快 好好好 我跟你说 你在这儿手都也没用 你回家看毛毛 我还有点别的事 咱们这个家 我什么时候能说话算说 快 你刚才被换了 你还没用 没什么啊 你还没用 给我 寻找的事 你自己帮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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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